Hello 大家好 我是姚妹 今天我要去念那个机车了 上次去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常常住在那边的 然后告诉我一些技巧 然后呢 要准备再去念一下 因为之前都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念 但是有些技巧就不懂 然后准备再去念一下 然后我的那个驾照的 道路那边驾照的公证书 海基会这边还没到 这一次好慢咯 上一次那个公证书 好像十来天就到了 这一次他们说要一个月左右 然后叫我下个礼拜再打去问 如果我拿到那个驾驶证公证书以后 我就拿着到这边考一个B考 然后汽车驾照就可以考了 考完之后呢 然后呢 我就可以拿着那一份健康报告 提前报告啦 是提前报告 然后去考机车 最近都在看题了 然后在这边的题目很多都看不懂 看不懂的原因是它的用词 还有就是因为它是繁体字 所以有很多不理解 那我要慢慢看 感觉看起来有点蛮吃力的 什么怎么是你 那应该是多少 那应该是多少 是今天啊 那您不是更好吗 所以等一下呢 我老婆载我去继续练机车 看一下怎么样 但是我上次练的时候 有比较好一点啦 我等一下把衣服整好 就准备出门咯 刚来的时候我推那个 机车 然后推都推不动太重了 然后现在骑的差不多了嘛 然后也感觉它没有那么重 好像散手一点点 但是就是考试的那些规格 就是就是考试的那些路 因为比较比较窄嘛 然后技术还不行 所以还要去腻 然后嘛 因为我们我在大陆的时候 我只有骑过那个电动车 在大陆那边的电动车呢 它不可以超过45公斤 因为都是很清醒的 然后很像那个自行车那样 特别多的自行那个电动车 然后超过45公斤的 就会被被抓起来 那个车会被抓走 抓走之后然后罚款 你要缴钱才能把车拿走 但是据说那个钱罚的也蛮重的 但是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骑过 那至于我考驾照可以在这边 考笔考 是因为我有大陆的驾照 然后到这边 然后考笔考 然后交那个 哎 体检报告 对吧 体检报告就可以了 嗯 我老公他是希望我快点考 因为快过年的 然后 我也在努力中啊 其实最近做的体基本上就是90分 应该平均分在90分吧 然后我老公说感觉有点不保险 所以叫我说尽量做到95啊到100分 应该就没问题 只要是繁体字看起来有点内 因为我们学的是简体字 还有就是这边的用词嘛 有好多用语不一样 所以就要想很久很久 不过没关系 然后 我有信心考过 希望下周能拿到我的那个 驾驶证供证书 拿到我就可以去考啦 然后加紧练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长了两只脚 可以到处跑 好啦我的衣服也折好了 准备要出门咯 等一下我们 那个练习场见 贵州妖妹在台湾的真实生活 希望把我的快乐分享给大家 希望回家和我一样快乐美食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和支持 让我更加有动力和信心 骗车地方 大鱼水和野稀场 安全出行咯 很棒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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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这就是我列机车的地方 是列车了 我们先行进哟 拜拜